欢迎收看全网独一份的人致死量榜单 在第一组评评中 蝎子蜘蛛展现了对人类独性的统治力 致死量都低得吓人 而毒蛇凭借巨大的排毒量 在杀人数量上遥遥领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毒物的表现 第一位选手 短尾富 短尾富是我国咬人数量最多的毒蛇 如今也被人诟病毒不死人了 其实短尾富存在很大的毒液地理变异 在不同地区的致死率各不相同 有些地区的确实比较低 而有些地区的相当厉害 比如这组江西记录的650例短尾富咬伤中 有408例出现眼瞼下垂 428例出现酱油料 所以不要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短尾富 短尾富哪里毒不死人啊 国产负责很难的 这么多年的认知有没有长 要多看看自己的问题 很明显短尾富的致死率处在中等偏下水平 因此它的人字词量一旦大于咬人排度量 略低于平均排度量 短尾富的平均排度量为19毫克 我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16毫克 所以一条短尾富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二位选手毛利塔利亚杀人蝎 毛利塔利亚杀人蝎虽然对耗子毒性不是很强 但咬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在2004到2007年 摩洛哥儿童医院收集了163例蝎子的当中 有11人死亡 其中毛利塔利亚杀人蝎是主要致死毒蝎 其它的伤人数量不到总数的一半 可见毛利塔利亚杀人蝎的致死率在蝎子里是相当高的 因此它的人字词量应当约等于平均排度量 毛利塔利亚杀人蝎的平均排度量约为1毫克 我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1.1毫克 所以一只毛利塔利亚杀人蝎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一人 第三位选手 美洲矛头富 美洲矛头富是巴西咬人最多毒蛇 占到了巴西总食商的一半左右 在1902到1945年 巴西研究所记录了3446例美洲矛头富咬伤案例 其中25人死亡 0.7%的致死率 不过只是使用了一种特定抗毒血清的致死率被大大降低了 所以美洲矛头富的实际致死率要高一些 但也高不到哪去 因此它的人字词量应当大于咬人排度量低于平均排度量 美洲矛头富的平均排度量为50毫克 我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40毫克 所以一条美洲矛头富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1.25人 第四位选手 泰国元曼奎 泰国元曼奎是很多人最惧怕的毒蛇 因为被这种蛇咬后很容易出现肾衰竭 在1970到1976年 缅甸阳光永胜医院记录的226例泰国元曼奎咬伤案例 其中有55人死亡 24%的致死率 在广东江门记录的75例泰国元曼奎咬伤中 有11例出现急性肾衰竭 微重型的比例也是达到了18.7% 可见泰国元曼奎的致死率非常高属于顶尖高手水平 因此它的人字词量一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泰国元曼奎的平均排毒量为120毫克 我也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20毫克 所以一只泰国元曼奎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6人 第五位选手墨西哥木鞋 墨西哥木鞋是墨西哥的主要商人毒鞋 拥有部署的毒性 在1965年墨西哥刮纳华托报道了2394例蝎子这场案例 其中三人死亡 这里面就包含墨西哥木鞋致死的 它也被评价为墨西哥最危险的毒鞋之一 不过我们可以看它的致死率是比较低的 与其它出产过的杀人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因此它的人字词量一旦高于平均排毒量 墨西哥木鞋的平均排毒量约为0.2毫克 我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1毫克 所以一只墨西哥木鞋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0.5人 注意 0.5人表示低龄儿童或者体质较差的高龄老人 第六位选手西非聚龄奎 西非聚龄奎是西非咬死人罪的毒蛇 由着西非杀人王的称号 在1993到2002年 卡麦隆北部医院救了134例西非聚龄奎咬伤案例中 有20人死亡 14.9%的致死率 要知道这可是打了抗毒血清的 但血清的用量很少 因为在当地抗毒月清极度稀缺 不过这也体现了西非聚龄奎的实力 因此它的人字词量一旦低于咬人排毒量 西非聚龄奎的平均排毒量约为15毫克 我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3.5毫克 所以一只西非聚龄奎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七位选手西布林班香味蛇 西布林班香味蛇是世界第二大香味蛇 也是美国的主要致死都社 由于没有详细的大样本西林咬伤记录 我们无法得知它的准确致死率 在一些科普文中提到西林的致死率约为10%到20% 以它的排毒量来看 这个致死率是比较客观的 属于一流高手的水平 因此它的人字词量一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西布林班香味蛇的平均排毒量约为400毫克 我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80毫克 所以一只西布林班香味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无人 第八位选手黑腹自主猪 黑腹自主猪也叫巴西流浪自主 是一种名气非常大的自主 在1984到1996年 巴西受制的422例自主猪咬伤中 只有8.5%出现中毒中毒 0.5%出现中毒中毒 重症的主要人群还是儿童和高龄老人 可见黑腹自主的致死率远不如肩帮扣足 因此它的人字词量一当高于平均排毒量 黑腹自主猪的平均排毒量为1.3毫克 我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2.5毫克 所以一只黑腹自主猪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0.5人 第九位选手东部珊瑚蛇 东部珊瑚蛇是美国东南部特有的一种珊瑚蛇 很少有咬人记录 目前文献中只记录了不到5个死亡案例 由于这种蛇排毒量很低 存在干咬不排毒的现象 但即便如此 仍然有人给出了10%到20%的高知识率评价 不过从它的实际表现来看 应该是达不到这个知识率的 但肯定比一般的毛头富厉害 因此它人字词量一旦大于咬人排毒量 低于平均排毒量 东部珊瑚蛇的平均排毒量约为10毫克 我给出了人字词量估值为7毫克 所以一条东部珊瑚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1.43人 第十位选手黑曼巴 黑曼巴是全世界名气最大的蛇类之一 有着非洲死神的称号 也是非洲致死率最高的毒蛇 在1953到1961年非洲南部地区记录了36例黑曼巴咬伤中有15人死亡 41.7%的致死率非常夸张 主要是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生产针对曼巴蛇的抗毒血情 后来在1962年研发了一种特定的曼巴蛇血情 这时候黑曼巴的致死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在1962到1971年记录了39例咬伤中仅6人死亡 15.4%的致死率虽然下降了但还是很高 可见黑曼巴拥有入神级别的水平 因此它的人致死量应当远低于咬人排毒量 黑曼巴的平均排毒量约为100毫克 我给说的人致死量估值为8.5毫克 所以一条黑曼巴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11.76人秒杀全场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榜单情况 可以看到人致死量榜依旧被蝎蜥蜘蛛占领 肩帮扣住处于无人能敌的状态 而杀人数量榜中已经看不到蝎蜘蛛的身影 目前黑曼巴以绝对碾压的实力位居榜首 好的这个系列是非常难做的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点个免费的三连哟 谢谢